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OBS的基本操作 那你把這個打開之後 我先增加一個新的場景 跟大家一樣都是空的 有沒有,一進來都是空的黑黑的 好,那我們先看這邊 其實這個場景的話呢 場景的部分啊 就像你現在看到我這邊一樣 你可以增加 可以增加 什麼時候會用到 比如說你要錄摩克斯 我們通常都會有一些片頭片尾 對不對?這樣才能夠從頭片到尾嘛 哈哈哈哈 就你要有片頭片尾 然後呢 你有要講的內容 所以我可以一個是專門只放片頭 一個專門只放片尾 你才不用每次都準備啊 對不對?那我要切換的時候 比如說我這裡講完了 我過來有沒有就進來了 好,看你講到哪裡 我就直接切過來 這樣比較快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您有看到這裡有所謂的來源 對不對?這裡有所謂的來源 來源就看您要哪一種 你可以是視訊的來源 可以是影片的來源 可以是圖片的來源 也可以是抓螢幕視窗的 也可以抓螢幕視窗的 那最簡單的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是一般的圖檔啊 或者是其他資料 其實你按著丟進來 影片丟進來 這樣就好了 這樣是最快 那這個呢 比如說我要一個背景好了 就是從這邊圖片 我就告訴他 我有一張圖片可能是來自哪裡 那現在因為我已經有幾個有加入過的 你可以從這邊選 就是已經有加進來的 如果沒有加進來的 我們就先建一個新的 有沒有就可以自己去找了 就可以瀏覽一下 比如說我們剛剛在這邊 在下載這裡 我放在這邊 我們的背景圖 這裡 還是你要去看畫展的 還是要看氣象的 隨便你 因為反正要下雨了嘛 順便進來 哈哈哈 那這個沒有3D的圖 也沒關係啊 不一定要用3D啊 對不對 有一個簡單的背景 好 有了 那我現在呢 需要再把我這個畫面抓進來的話 我就可以 這裡 我就先關掉 這裡我就先把它停掉 把這個先停掉 因為網路攝影機只能 同時有一個用嘛 好 好 OK 這裡我先收起來 那你們來看這裡 從這邊 您看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視訊擷取裝置 因為我們是視訊 我網路 那個 webcam的畫面 好 一樣的我就從這邊按一下 那他就問你 你是哪一台 因為我這邊有比較多台 我有三台 你們如果只有一台的話 那就當然就 預設就會選到那一個 等一下 為什麼這邊沒有 因為我另外這邊還在用 我看一下 確認一下 好 確認 這裡 我先 關掉好了 好 OK 重新進來 沒有抓到 所以我等一下去再看一下 OK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視訊 那如果說 你現在還沒有 等一下欄目還沒到你家嗎 我們剛剛有沒有欄目的影片 有對不對 你也可以從這邊把影片加進來 那個影片是屬於媒體來源 如果你不要 懶得區分到底是圖片還是媒體來源 跟剛剛一樣 就從這邊 找到以後 欄目影片 有沒有就直接丟進來 就可以丟進來 那就看你要放在哪邊 好 那他的大小呢 你可以自己再調整一下 一樣的後面這一張大小也可以調喔 就看你原本的那個影片或圖片的尺寸 是多大 好 那當然如果你太小 撐太大的話 自然就會怎麼樣 就會比較模糊一點 對不對 萬一不要的話 可以按這個地方把它刪掉就好了 好 可以按這個地方把它刪掉 那我就先讓您 先找找您覺得適合的圖庫進來 好 那找到適當的背景 那再把我們這個欄目影片放進來 等一下我們看怎麼樣做欄目或綠目背景的去背 這樣OK嗎 好 好 如果你想要用關鍵字找也可以啦 就是那個找去背的圖 您就用這個 好 因為有幾位老師我們之前也有講過 就是您要找圖的時候 可以關鍵字加上什麼 PNG或者是SVG 有沒有 這個關鍵字 那你就比較容易找到有去背的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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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